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海兴致的人空岛 它是由恒大集团策制打造 该岛平面形态为盛开的海中的三宝华 因此取名海华岛 它于2015年开工建设 总占了一个面积7.8平方千里 涵盖了28个业态 被另一位海南省十四五归火的重点旅游度假区之一 海花岛地处雅热带气候区 所在阳浦湾海域是天然的海湾 具有下午酷暑 冬雾沿寒 阳光充足 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 海花岛由三座岛屿组成 压头为大型综合旅游服务聚 主要功能为日游度假 商业会餐 酒店会议 娱乐休闲 餐饮和海洋运动休闲等 包含饭 包含了各物中心 酒店 博物馆 游乐园 温泉等 度假生活配套 而二号岛和三号岛主要是为居住共产 一号岛的主要景点它包括哪些呢 一号岛的主要景点这些设施 它包括海华岛海洋乐园 它是中国奇幻互动体验上海洋主题乐园 它包括极地世界生态物患 越北雨林三大海洋生态圈 汇聚了众多海洋生物 这里绘制了白金、海狮、企鹅、北巨熊、海鹏等众多海洋生物 还有灵动可爱的白金、寒泰可聚的企鹅 萌幻绚丽的鹰母为游客献上精彩表演 而游客可以与海洋生物零距离聚 还有海华岛童师姐 它是专为二至十五岁的少女儿所打造 由于三十个国际大型游玩项目 婚礼方面 它拥有九宗独立的殿堂 包括多种风格的婚礼仪式殿堂 和婚纱摄影殿堂 以及户外婚庆草皮 海花岛 《风情影视节》 它融会了明清、苏之、川西、陵南、东南亚、德国、格林、日本、京都、法国等十一种特色 《风情影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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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上五百家美食餐厅 《葦翠、巴达》主题餐饮 涵盖国内外一百五十多家特色餐饮品牌 其中包括了 《风情影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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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华老字号的大三年 其香精先暴雨 蝦肉桂花痴 金牌画皮书 池名不跳墙 八宝攘大鸭 蝦黄酒等每一道都是经典的玉彩 金子且四香味俱全的喜好八号 也能满足人们挑剔的味蕾 此外 不出门也能品尝到 德国招牌的海生堡餐厅特制的 德色猪手和德国啤酒 还有名栋王菲佳烤肉 小龙坎 泰尔酸菜鱼 火供电等参金可供选择 海花岛风情商业界 它位于海花岛要导 整个街区沿着海岸线 湾年分布 以连排双层不动形态 呈现地中海 德国黑森林 美国奥兰波 意大利俄罗斯等特色建筑 进入街区 就如进入欧洲小镇 波沃去的时候游客很少 店面生理也不尽其 海南海花岛欧宝酒店 它位于海南岛要岛 该酒店于2021年开业 建筑面积36.4万平方米 由森林、海洋、沙漠、冰川、四座不同自然主题的欧式城堡 连角一层 每座城堡呈现华埃自行 它和提供四种风格均略的旅居体验 包括差异化的自然居住环境 亲子趣味家庭房等定制化的度假产品选择 会游客带来高性价值的新建度假生活方式 海花岛二号岛也是一座人工岛 海花岛二号岛岛上有许多种类的住宿客户选择 同时还有边界的交通 可通过穿梭、拔式、公交等方式前往一号岛 在二号岛 游客可以在这里租到比较高端的公寓楼 内部实施比较齐全 他说提供的住房是一流的 大多是海景方 海花岛的海水是绿色的 特别漂亮 租金大约在一百元左右 但是二号岛的确定也是明显的 齐验是楼盘高有密集 大多在三十分以上 显然恒大是想在有限的土地面积里 尽可能多地产出住房面积 这样的安排使人居住就有一种压迫感 齐验是暴露过于狭窄 有些路段甚至轿车不能双向行驶 是典型的高容机率低绿化率的地方 其三是商业配套低档化 旅居人口低档化 由于具处着大多是东北来的工薪阶层 也就导致了商业配套也生意了这个阶层 他们住着一条高档的门旅楼 然后呢就围着一堆便宜的土豆在挑挑拣拣 街上时常看到花耳朵、蒜蜜等单位 到处看到带有出租广告的小私人电动车 给我的感觉是人文环境不太好 在澳岛到处能听到东北可音 商店很多是东北人开的 所以许多店也适合东北人 所以有人细说海南是东北四省 这就注定了海花岛少有其身的空间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对于海花岛我爱很交加 爱的是它自然的海景 爱一号岛的人工景色 但是对于爱好岛周边的具足环境和人文环境 我不是很满意